哈喽大家晚上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个我下秋换季的板肩护肤护理流程 因为这段时间正从换季然后季节突然湿度变化 包括温差变化比较大 我的皮肤会变得比较敏感比较脆弱 然后额头开始暴动 脸上开始出现一些斑 所以我最近护肤的重点就是说 安心稳定滋润这样一个主题 所以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的脸在最脆弱的时候我是怎么护理的 首先第一步呢 头发弄好以后 我一般就会把隐形眼镜立刻摘掉 然后在眼睛上涂这个 Kiss Me的睫毛 蟹睫毛的 一般这种情况下 用脸部蟹妆的东西再把眼部揉一揉就行了 但是我今天妆化的比较浓 你看因为我有贴甲睫毛 所以我会用眼唇卸妆液再卸一卸 这是兰蔻的眼唇卸妆液 眼唇卸妆液我觉得用什么的都行 因为我用过很多个品牌的眼唇卸妆液 我觉得它们的区别不是很大 都是很快速的能把这个眼妆给卸出干净的 剩下的擦一擦口红 我每次卸眼睛特别轻柔 卸口红的时候那个手下手就特别黑 然后呢我一般会用卸妆遮理或者卸妆乳或者是卸妆膏 然后我最近比较喜欢用的就是这个哈奇的 因为感觉比较温和比较滋润 我一般会挤三蹦半的样子 这个底下也要照顾到 因为你知道我知道我往这涂了很多阴影 然后脖子上也涂了这个粉底 但脖子不用洗的特别干净 我一般会在外面洗好脸刷好牙以后 去进去洗澡洗个身体 所以脖子准备冲干净的 可以等会儿洗澡的时候冲 大概揉一分钟左右 你看 我脸上的膏体就都变成这个样子了 这时候把它稍微乳化一下 它成那个做凉皮洗面的时候 面的那个颜色就可以了 然后一般其实直接洗就可以 但是我一般会用两个这个面片 把这些东西轻轻的给擦掉 看彩妆就都下来了 本来的颜色和现在的颜色 现在洗一把脸 我最近用的是这个洁面 CORIS的希腊酸奶洁面 它是氨基酸的 整体用下来呢 我觉得还不错 比较温和 泡沫也在氨基酸里面算不少 但是呢 不是特别好冲洗干净 整体感觉6.5分吧 十分满分的话 一般在洗完了以后 我会深层的从丹田晕上来一口气 深深的醒一下鼻涕 特别舒服 感觉这儿的脏东西都喷出来了 我一般 你看我最近额头的皮肤特别差 所以到这种时候我就知道 因为我最近可能天天在外面 吃和睡都不太注意 然后可能清洁的也不是特别干净 所以我一般会用一个涂抹式的面膜 今天用的是这个 发尔曼的幸福面膜 我发现平时皮肤好的时候 总是觉得涂啥都行 皮肤都好了 皮肤不好的时候 才是特别舍得把那些个 贵的往你脸上用 因为想让它们快点出现 神奇的效果 你像我最近皮肤就是有点疏于保养了 抹上这个面膜就有一点点刺痛 然后我之前也专门看过 说这个幸福面膜 因为我之前涂的时候 因为它挺贵的嘛 我就在脸上留很长时间 但我看到它真正用法 它本质上还是一个清洁面膜 所以就是不能涂 时间太长 还是三五分钟比较好 今天涂上了 因为我最近泛鼻炎 鼻子周围特别敏感 这些地方涂上以后特别刺痛 脸上敷面膜的时候呢 我一般会给手部来一个 几分钟的简单的按摩 用的是这个德国小柑橘的护手霜 我一般都是挤一大坨 大概这么多 再掌心温热一下 然后均匀地涂在这个手上 因为我们的手上 它其实有非常多的穴位 比如说按压这个掌心 按压的时候我会感觉有点酸胀 这个地方控制的其实是我们的大肠颈 按压这样子按压轻柔 哦好疼 帮助我们调理这个肠道啊 然后会泄一些平时排不出去的火气 肾的反射区呢 在我们手掌的这个地方 哎呦我这个摸到都可以感觉到 咯咯咯咯的 这个主要是呢 帮助调理咳嗽啊 气管啊等等 然后五官的反射区呢 在这个手指的根部 你按压一下 这样两个手互按 按压一下呢 主要是帮助我们明目啊 然后养颜有着这样的作用 我一般会这些的穴位都按一遍 哦好疼 配合这个护手霜呢 真的感觉 它的这个肺道呀 特别的放松和治愈 因为这个里面呢 含有玫瑰的萃取液 在不睡保湿的同时 有非常非常宜人的香味 同时里面呢 这个含有它家的核心成分 就是德国小柑橘 它这个是有抗炎和一个修复的作用 这个地方按起来也特别酸疼 是经常拿手机拿的 这样按摩几分钟以后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面膜 慢慢没有那么白了 这时候面膜也敷好了 然后手呢 也变得特别的 你看 就是这种比较软嫩弹的状态 就是非常的软嫩弹 我现在还没有洗掉 我先把这些东西都洗掉 之后我的护理呢 就非常的简单 因为换季皮肤敏感 只需要给它 它需要的东西就够了 用的就是这个SK2的大红瓶 其实它呢 我用完是朋友送的啊 用完我最大的感受 就是觉得它很稳定 比较润物细不生的感觉 但你要说它能特别修复烂脸 有什么特别惊艳的效果 那是肯定没有的 我就觉得它延展性特别好 然后用上挺安心的 所以这个季节我就会 不擦什么爽肤水啊 积底液啊 就直接用它 这么多就够全脸了 而且它不是一涂上就 嗖的吸收了 是你要稍微按摩一下 我其实晚上都只涂这个大红瓶 我会简单的就是这样子 用手装成瑞发的形状 按一下淋巴呀 因为涂完这个以后 皮肤特别滑 你看我特别使劲 但是不会有拉扯的感觉 推一下这些的地方 然后最近我也不太会做仪器 因为脸都已经这样子 就是少折腾它比较好 大家有没有看那个 静静子胶的按摩手法呀 就是这样子 我觉得这个大红瓶的质地 特别适合 用静静子的手法去按摩 因为它很滑 然后按着按着也能感觉到 你的皮肤把它给吸收了 你看头就没怎么按 然后脸这就按了 就是感觉吸收的感觉 就差不多吸收了 然后是很舒服 有一点点微粘的状态 眼部呢 我用的就是这个 蓝蔻的精唇眼霜 这个是我支今年618买的 稍微多一点 然后也是按摩吸收这样子 其实我这个一直没有用过 周围的所有人都在推荐嘛 然后我用完以后 我觉得它呢是这样子的 就是它 质地是偏厚重一点的 但是涂完以后呢 你稍加按摩 它是可以吸收的 后续的那个保湿力呢 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一个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也不是说 用上以后就立刻抚平细能啊 之类这样子 特别明显功效的一个眼霜 我觉得没有什么毛病 但是也不是立竿见影 比较适合作为日常用 再加上它看起来贵 其实它一罐20毫升 本来就比别的多 然后用送20毫升 你买的时候 你要是四半打折 能抢到这个套装 这也才800多 就不打折的话 大概是1000出头 其实啊 你要是用眼霜 不像我这个量的话 这些东西能用大半年了 但是我用的量比较大 因为我要按摩 可能就也能用小半年 这个手法也是 跟静静子学的 我用这个手法按一会儿 就是明显感觉到 你的眼睛肿了 又喝了一杯 不是你的眼睛肖肿了 又喝了一杯黑咖啡的效果 然后这时候我会再薄薄的涂一点点 护手霜 因为当时手已经吸饱了 非常柔润 连这些的地方都很柔润的 涂一点点就够了 润唇膏狂磨 在涂上润唇膏 也是这个 德国小柑橘的 我会睡浅的话 我会狂涂 让很多涂上很厚的那种感觉 其实它这个单涂一层很薄 然后质地呢 非常适合白天给口红打底 它会有一点那个 隔离口红的作用 然后同时又能给到一定的滋润度 晚上就这样厚涂 那我的一套护肤流程呢 就这样结束了 德国小柑橘护手霜礼盒 2020全新推出玫瑰小粉盒 内含75毫升玫瑰护手霜一支 20毫升玫瑰护手霜小铁罐 随形装一支 以及拧出来五笔长 五笔长的润唇膏一支 整套特惠价只要128 买两套更能享受九折优惠 说点人话 我呢跟他们申请了一个 就是通过我的链接买进去 有一个特别的优惠 就是你买一套的话 会送给你这样一个体验装的 一个套装 还挺有诚意的 这个是价值25块钱的 然后买两套呢 就送两个这个额外的体验装 这个是你直接在他旗舰店 购买没有的一个优惠 另外呢 我会在评论区挑选一个小伙伴 送我的这个三件套 同款小礼盒 这一套是完全没有开封的 让你跟我一起 GET 柔润